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玄美 今天呢是一期关于头发的喜护分享 我们平时拍戏啊 或者拍照 还有就是录出什么的 就免不了要给头发做造型 尤其是拍戏的时候 大家可能看 哇他古装好漂亮 哇他古装头发做的好好 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虽然知道古装的头发都是假的 可是做古装真的非常上头发 古装头发一根头发丝都没有 用专门的砸头发的工具 让你本身的比较薄的头发呢 变得特别的蓬松 才能够盖住那些发包 每天都要喷大量的发胶 让你的头发固定在那个发包上 每天晚上回去卸妆的时候都非常的痛苦 就是我这种本身就细软 它的发质呢更加容易锻炼了 我呢本身又是一个对头发护理 还是蛮看重的一个人 所以最近我就上网做了很多功课 我了解到我的调化呢 其实大多是因为我的头发 从发根到发丝都太脆弱了 而且其实要想在镜头面前 展示一个完美的状态呢 健康强热的头发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就入手了这款风很大的 欧舒丹强润风靡系列的洗发水 好这是它的护发素 这套洗发水呢 我入坑以后我每天都在使用 现在都只剩下小半瓶 我看到了吗 我每次洗头发都会用它 洗发效果非常的nice 所以我用到这种好用的洗发水 就特别忍不住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买这个的时候呢 还是有去关注到它的成分的 因为像我们平时头发长出来之后呢 就没有办法从毛囊中获取营养了 它本身就容易变得细软异断 它里面的水解植物脚蛋白呢 就能帮助你的发丝补充营养 让你的发丝更加的粗壮 所以自然而然就显得你的头发脱了起来 而且呢它很适合像我这种头发细软 又经常做造型 又喜欢导食自己头发的人 因为像我们平时 不管是做造型还是拍剧 其实都会使用到大量的发胶 发胶这个东西啊 噴多了之后真的是非常容易堵塞毛囊 而且呢它对头皮的危害呢 特别特别的大 这个洗发水里边 它是含有无种植物油精华的成分 特别是这个迷迭香精油啊 可以促进头皮的微循环 能够很好的强韧养护发根 它这个质地呢是那种 褶梨的质地 给大家看一下 草本柑橘的清香 我个人还挺喜欢的 可以看它这么清新啊 日常用的话 它的泡沫是很多的 我现在呢打算用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刚呢在手上把它拖了一下 然后呢看到现在这个泡沫 非常的绵密 看到了吗 这么多泡沫 而且我平时洗的时候呢 我会用这个指腹呢 去按摩一下头皮 这样的话 头皮能够得到放松 而且会觉得很舒服 我刚刚呢已经把泡沫 全部给清洗掉了 现在呢我打算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护发素 这个护发素呢 也是非常让人喜欢的 一款护发素 奶霜质地的护发素 就可以直接上在头发上面 然后呢你稍加的按摩 让它的营养完全进入到发丝 然后呢就可以去洗掉 好了 我现在已经把头发吹干了 这一套用下来的感觉呢 就是非常的清爽 而且摸起来滑滑滑滑滑的 非常的轻 你看到了吗 不管是洗头发 或者是平时梳头发的时候呢 掉发都少了很多 其实我觉得头发的状态 对颜值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所以呢大家平时也要注重 自己头发的护理 我下次进去组呢 也打算把它带进去 好好护理我的头发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 把护理头发这件事情提上日常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好好生活 小红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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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